國內汽車工業集團龍頭與即時通訊軟體合作 聯手推出多元移動服務平台 主打轎車租車還有機場接送三大服務等等 那麼結合了AI技術 推出AI語音轎車 AI駕照審核等功能 運用線上呢 開始說雙方線上線下的競爭優勢 要搶攻一戰式的移動商機 一鍵啟動 來更慢是生態圈 國內汽車工業龍頭集團與即時通訊軟體 強強聯手打造一站式 整合交通移動服務平台 主打轎車租車機場接送三大項目 信賴還有便捷 還有永續的一個移動服務的平台 成型品牌落實理念 其中原有的轎車功能 營運賣向四周年 用戶數早已高達360萬 累計完成3000萬趟次 這回服務再升級 納入新車種 結合AI語音轎車 以及綠能電動車隊 另外全新的租車服務 則是主打24小時便利租環 車況資訊透明 還有多元車款做選擇 年底大概預估會有2000台車 那我們預估會有15個車型在裡面 台灣的電動車市場 坦白說N7一定是最佳的選擇 那我們也很期待跟N7 有進一步的合作 然後快速導入到我們服務的車隊裡面 租車服務最大亮點 就是結合AI技術最快20秒就能完成駕照審格安心上路 至於在機場接送部分 未來也會將服務範圍擴大到台中高雄 雙方結合線上線下優勢以科技重新定義移動服務 其實共享租車以外我們也會希望可以提供短租的服務 維修保養然後中股車跟新車買賣 這些都是我們就評估的範圍之內的 歡迎全新品牌2號正式上線 官方還寄出租車券乘車券等加碼優惠 從乘客拓展到車主服務 開創移動生活 新趨勢 接著周圍的夜市從台北參謀